大家好,我是马儿,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 在2024年5月28日举办的Multi Pathway Workshop上, 马自达与丰田苏巴陆联合宣布了, 他们正在研发的下一代动力总成技术, 其中包括采用转子引擎的创新。 自2007年以来, 马自达一直推动着其构建模组战略, 旨在透过全面改进引擎技术, 并与电气化技术结合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他们提供各种动力总成方案, 包括汽油引擎、柴油引擎、混合动力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EV和旋转式EV系统, 并制定了多种解决方案策略, 以在正确的地点为正确的人员提供服务。 在这次的说明会上, 马自达高级执行官广赖伊朗表示, 是时候思考电气化时代应该采用什么引擎了, 强调了公司对环保和创新的承诺。 旋转引擎被提出, 作为克服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之一, 旋转引擎具有简单的部件结构不需要气门机构, 并且燃料在旋转转子和外壳之间燃烧。 这使其适合使用各种环保燃料, 包括碳中和燃料。 此外, 其紧凑的结构有利于集成电动动力系统的辅助设备, 同时提高了空气动力性能。 在说明会上, 他们展示了使用一转子引擎的Rotary EV System Concept, 以Rotor电动动力总成, 以及预计将安装在概念车上的双转子电动动力总成标志性的SP。 这些创新展示了马自达, 在迎接电气化时代的探索与努力, 马自达将继续致力于开发与电气化系统, 和碳中和燃料相容的旋转技术, 以此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你喜欢Mazda, 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azda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 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看你